这边的话是河南兴阳市 这个是不是早市 因为现在的话它七点多钟 八点都乱不到 新勇士这边的话天气也是非常非常的热 你看我声音都咬了 也是一个晚上没睡好觉 就现在早上的话温度都30多度 如果中午的话都是40多度 太难受了 所以说我这趟来河南的话 就是走出方向了 是跑到天气热的地方去 这空间在多少眼睛啊 我这边的菜不便宜啊 空心菜一块 我呢 苦瓜多少钱 苦瓜两块 哦 往冬冬也是老人在那边打牌 你看一下这边天气有多热 全部拿着扇子在那边上了上了 我看这啥大刀的 小关公刀 我来一起拿着 啊 你去拿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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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就拿着 你去拿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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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河南这边的话是中国的武术之乡 那松山少林寺的话就在河南了 随着在河南省份的 会武术的人非常非常多 在大街上随便走一遍可能都碰得到 那个会武的人 跳广场的这些大妈 应该说是健身操 广场我 这个练什么功能 你看 真的躺着 看就是早上来锻炼的 这里面是一个公园 进去玩一下 要转真的弯了 还不好转 胖子的话可能都不好进来 打太极拳的 真的有两下子 会功夫 太极拳打架厉不厉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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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转转转 再转转转 老人家那么厉害 不要在树上 不厉害 这妈也是什么 果子 椰果 哇 这么冷 这边 这个公园蛮大的 这个 那个以毛球人 转了一圈公园里面 大文都是老了 这为什么这栏杆 要这样子转一圈 胖的人 不够了 不好过呢 又跑到这个桥底下来了 老干面 老干面 老干面是这边的特色小吃 但是我有点吃不来 还有溃面 河南的溃面挺好吃的 太阳出来了 太阳出来了非常的热 太阳出来了非常的热 太阳了 然后过马路了 我躲在这个大手的这个阴影下面 躲在这个阴影下面 哇 都是卖菜的这边 都是卖菜的这边 辣椒两块 里面 还有 这边做过山松 这里的状态 是 我们的厚度 我们的厚度 不过来 我们的厚度 当厚度 我们的厚度 也就是你 丝瓜一块哦 这个菜市场挺大的 葱两块钱 萝卜两块 一米五块钱三个 这边的菜比很多地方都便宜 这边的菜比很多地方都便宜 芒果桃啊 一锁三块 这边的菜比很多地方都便宜 所以我给你一个菜 吃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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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倒了两块哦 3块钱2斤 这多少钱一斤 3块钱2斤 再不吃8元 再不吃8元 买了几斤桃子 买了3块钱 3块钱2斤 刚好2斤